今天要跟大家说个穿越剧的故事 在韩国 鬼怪要找新娘 来结束千年不朽的生命 在日本 笼交换灵魂 要来扭转米兹卡的灭村厄运 在台湾 我讲干要来找干话侦克 借私还回延续生命 虽然主在不同施工 哎哟 还能透过赖群组来个audition 怎样 连两个小员工 都能让全台大跳电啦 老子就不能用赖你 欢迎本周干话候选人 汉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毕幕室我都没去了 怎么本周还有我的事啊 没有你就不是干话王的 一路以来风波不断的世大运 终于圆满结束了 而台湾今年成绩完全没有极限 好还要更好 居然拿了26金 34银 30桶共90面奖牌啊 我的妈妈咪啊 不但是历年台湾参与世大运最佳成绩 总数更是去年的两倍 截至目前为止 除了奖牌台湾拿赏赏赐外 还有一件事情 让柯伯伯也笑得合不拢嘴 那就是一直被唱衰的世大运门票 营收居然破了1.3亿 更让柯伯伯名利双收啊 就因为成绩亮眼 于是半途杀出了好友金又来抢功啦 我的天啊 这正是收割王最佳代表 西游司马家族收割曹家霸业 经由好冰冰收割世大运战功 真是举世无双啊 说到好冰冰 除了花21亿呢 盖移座只能办预赛的篮球场啊 网友更指出 好市府编业预算235亿啦 比科伯伯整整多花了快60多亿啦 结果呢 本来花6亿盖的涌到了 不符合国际赛事规定啊 又花了12亿盖新泳池 但跳水高台还是不符合规定啦 就这样啊 18亿后一 放水了 还没说你十艘前王啦 现在居然好意思跳出来说自己有功啊 谁 你自己听听人家科伯伯羡慕时说什么啊 我要很骄傲地说 今天这荣耀都属于大家的 我们不仅让世界看见台湾 更重要的 我们让世界看见最好的台湾 这次世大运之所以能成功 我想科伯伯除了要感谢举重 标枪 直排轮等各领域的杰出选手之外呢 其实他更要感谢一群 我们大门 在国家的这种重要庆典 你纯粹是在搞破坏的 那方把他看见 其中又以 你来西大将军 最有功劳 回顾一下上个礼拜 若不是反年改大军 在开幕式闹一波的话 我说公道话啦 其实也没那么多人知道有世大运 而其中来西将军更以一起话 闹嘲不丢脸 只能参加廉价团出国才丢脸 惊艳了你我的脑袋 就这样 让原本只有29.4% 受票率的世大运呢 一路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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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飙升至83.8% 完全是爆炸性成长啊 所以在今天呢 要来教大家一句成语 那就是 靈犬來襲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週一詞 今天要為您介紹的詞是 靈犬來襲 意思就是有了靈犬幫忙 任何事情都能逢凶化吉逆轉勝 在此強力建議柯伯伯 不要再罵反年改說王八蛋啦 因為沒有他們 你世大運售票率恐怕還不及格 反而應該盡速把反年改聯盟幹部 全部送進觀傳局 而局長就交給萊希大將軍吧 要不然你看 萊希大將軍為了幫你行銷世大運 竟在七夕情人節當天 才找反年改聯盟給分手了 這下萊希將軍何卻何同啊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不行 這根本就是恰貴鐵耳朵 你還有臉敢講我 此話怎講 你21號被高精數沒在直訊台上 訂得滿頭包耶 有這種事我怎麼不知道 好險我早就幫大家準備了一分鐘懶人包啦 我是想幹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個 木栓被訂爆的故事 時間發生在106年8月21號這一天 女戰神高精速煤力遠開炮 炮口直指新政院長木栓 開頭就列舉了近五年來台灣限定的燈號 顯示當局的能源理念與政策 導致台灣電力供應出現危機 面對女戰神連株炮似的轟炸 酸酸終於說出幹話 哪個人外包了什麼東西啊 哪個人去誤觸了什麼東西啊 如果這樣子的執政團隊 要把這樣子那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往這個方向去推的話 我想全民有智慧的人 絕對不會放過你們執政團隊 我要講說 我們今天要不去解決 我們風電穩定性的問題 電力再多都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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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就像是 老公原本一個月賺三萬 但是他不想工作 只想領政府的一萬塊補助金 每個月家裡固定開銷就是九千四 全家只剩六百塊零花錢 好死不死這個月 剛好感冒就醫導致超支 結果他居然不是認真找錢找工作 卻是回我說 講完這句話還不打緊 之後更揭露驚人事實 但是他還是在被疫中 也根本來並沒有把它處理掉 也就是說真的是到了 結構性發生問題的時候 他仍然會列為最後考量的手段 所以您剛剛也講到 他並沒有真正的廢掉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還是要啟動 是這樣的意思嗎 他是最後的手段 對 好 謝謝 終於今天講了實話 號稱用愛發電非核家園的民進黨 真的好棒棒 先讓百姓吸飽二氧化碳偏2.5 然後再重啟核電 這招回馬槍還真是厲害 對啦 說到這高金素眉 我講一下生命最討厭這種立委 一年領八百多萬薪水雀 不丟水球 補撒麵粉 不捏心機 不應廢止諮詢訊台上不講幹話 要是政客都向他 我解釋還魂不救沒望 讓你給他知道 這世界還有美國川普 海豚將軍跟立院幹話小組 哎呀寶貝 你們可千萬別借掉 講幹話的好習慣啊 可可 有他們兩個我不意外 但我怎麼會入選 壓軸總是有原因的 其有跨腹追日 經由秉瑞哈日 大家都知道跨腹追日的故事 然而在21世紀的台灣 也有一個人 他正效法著跨腹追日的精神 打算在台灣史上寫下 一頁秉瑞哈日的偉大傳奇 但是偉大的歷史 要從哪裡開始專寫起呢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棒球史 相當輝煌 從紅葉少棒開始 一路到80年代 都是全民為之瘋狂的運動 可惜好景不長 從幾次遷讀假球案爆發 到這次世大運的謊神表現 都讓國人深感惋惜啊 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候 一個劃時代的救援投手出現了 沒錯 他正是我們民進黨的立委 吳秉瑞 擁有政大棒球隊底子的他 懷抱著能夠超越當年KANO的精神 日前向台日關係協會會長邱毅仁 獻上一次 他說 欸 可將東直四隊變成兩隊 並入日本野球聯盟 是最能挽救國球的林丹啊 因為只要跟日本 舉辦跨國性比賽 就可以激勵國人的民族心 去幫東華隊加油 這樣一來不僅能提高門票收入 同時也可以喔 把球員的薪水一起拉高 豬然降低打假球的機率啊 想當然爾這樣的策略一出 立刻引起KMT反對炮火 直接立委 許育仁立刻出來猛批吳秉瑞 講幹話 還說 這個婉言就是想歸見日本小瘋啦 不僅如此 網友們的炮火也從四面八方而來 這樣兩隊戰機墊底會很難看 要退也不適還要被罵 姑且不論這個方法好不好 我想幹想先請教一下秉瑞哥 請問你真實的身份是日本首相 還是幹話天王呢 你進口一開就足以撼動日本眾議院嗎 如果你真的在日本話最根黨 我想請您啊別管棒球啦 小英想要的是非核家園 能不能幫我們一起出錢 將那個核電廠都蓋在日本啊 再蓋那個海底電網直接台電日送 台日職棒合併被你說的就像把 撒尿蝦跟牛丸參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樣簡單 我講幹也是太多了 台灣人一年花八九百萬養一個立委 但這群立委一天到晚不是幹家 就是幹話 強烈建議與其先把中職送去日本合併 不如先把這票立委租公送去日本眾議院 也許有辦法締造出一番奇蹟喔 好奇啦